建國研習班 主持鄭松泰 跟文知 好 回來第二節 建國研習班 剛剛上課大香港早晨 時間觀點開始錯亂 好慘 我這幾天有很多人訪問 電台 電視那些 是很消耗體力的 因為昨天又跑了9K 昨天又跑了9K 今天還這麼健全 泰式運動有功 第二節 因為新西 新西大家都見到 我的票數不錯 萬四千幾票 但無論大亨或教主都有說過 我自己都認為 其實票數我應該是更加高的 為什麼 就是我落到區的時候 那個街坊的支持其實挺誇張 我去到深井 甚至是站在那裡打招呼 即是選之前和選之後 當然 站在那裡打招呼 每一輛巴士下車都有人跟我拍照 即是那個情況 所以我那時候 是論壇前還是論壇後 論壇後 全部都是論壇後 選最後的星期 我是直接感受到那個支持 但是新西很恐怖 恐怖什麼呢 我不講太多的分析 我只是指出一樣東西 大家自己嘗試思考 我不講太多 因為始終都可能涉及其他的候選人 有些都可能純粹我的猜想 我只是想指出一個沒可能發生的說法 但是發生了在一個很蠢的人的身上 就是由何君堯選完那一晚 凌晨5點到6點接受TVB波麥 有個說法 就多謝朱凱迪和鄭松泰高票當選 這樣就令到他可以當選 這個說法 這個說法 我個人的判斷就是 不可能由何君堯這個腦袋不會轉 即是他暗示你跟朱凱迪多票 搞到李卓人就落選了 他這個說法 我認為他是自己 因為大家留意 你看看那條片 他是太豐數 太豐數是一個地步 因為我知道一些細節 在那晚選舉的日子 5點到6點 他已經周圍在一些區域 例如在深井、屯門借票 還沒選 7點晚上 這是50年巴西世界盃的故事 在這裡借票 不過很可惜結局就不是這樣 巴西是太早看的 那些報紙已經是開的 你想一下 那個時間是借票 晚上零十五點六點 這傢伙 大家知道他要拆的 不應該說錯口 不好意思 他是比較 經常都 怎麼說 令到自己出醜 但由他那把口說出來 就是在說這個 多謝朱克迪和鄭松泰的高票 令到可以當選 這句話實在是將中聯辦大勝的做法 和當中的計劃 告訴大家 你聽吧 你用一個很簡單的想 我不去說中間的過程 只是想一件事 我要令到何君堯入閘 第一個方法 當然是射票下去 將他逼到四萬票 但是大家知道 本身新西民建聯工聯會 都已經加上田北辰爭崩頭 田北辰今年就是拿著鄉市派的支持 全部寫七號仔 為什麼有些票站都不說 你不知道 早上派早餐派三文治 下午在票站門口派橙汁 晚上派飯盒 這票站 沒有的 那些村是這樣的 田北辰是這樣的一票 到民建聯的梁志祥和陳恆斌 兩個票 兩個都已經互相互咬了 有這樣的情況可以 麥美娟自己站在一邊 麥美娟都告急了去東涌 那你怕什麼呢 你想想一件事 你怕多一些何君堯 不知道那些票怎麼動 如果我按常理 第一個方法 我直接射票到何君堯這麼困難的話 那我便令到何君堯 不用拿這麼多票 都可以贏到 我要令到何君堯 不用拿這麼多票 都可以贏到的 什麼方法呢 就是將 比例代表制底下 第一位或者第二位的得勝 日閘門檻的平均數 令到後面有些可能泛民的票數 永遠都上不到三萬二 或者三萬的候選人 碰不到這個數 我只要給多少少少何君堯 過到那條街就贏了 那我這個純粹的想法 OK 純粹的想法 那大家可以自己去查證 要查證的方法很簡單 你看票站的票數就知道了 所以我當然不會說那麽多 例如雷動計劃是什麽一回事 普羅大眾就會覺得是無名的亢奮 但是雷動計劃是開了一個黑洞 這個黑洞的框 這個框這樣放在那裡 那這個黑洞吸些什麽下去 什麽人放進去 究竟是否蘋果、菲蘿拉 可以動員到那些東西放進去 還是製造一個純給人純粹推走的機會 還是純粹草船借戰 暗渡陳倉的機會 那以此為鑑 老實說 我們下次出個本書 我自己的罪已經說 不會叫阿寶那麼忙 竟然你是可以做一個 Cyber版的04年 那次告急事件的翻版出來 沒錯 厲害 所以純粹 這個我猜上來而已 我開始覺得黎智英這傢伙是對香港民主運動有害 就是當時我是在幫助蘋果做事 所以大家明不明白 為什麽當晚我去了外面 有些激動 第一句回來的就是 我們要贏 就要蘋果日報輸 當然其實他輸 接下來他會輸 他會自獨 他會自己藏起來 他會換掉其他的出現 The king is the law of the king 是的 但是你明白 這個世界中的民主運動有 這個同一隻今天是沒有消失的 沒有 變成另一個形態 沒有 變成另一個形態 重要 重要 大家明白 這個九月的一場選戰 只是特首的前哨戰 是的 而中聯辦大勝 而這次大勝 他可以做到一個地步 是全香港人跟著劇本來走 對於賭不賭糧 我們的團隊都有各自各不同的意見 我在臨選舉前 最後一個星期 我是Facebook出過一個status 其實葉普成的成績 是跟六八九做不做一整個掛勾 而我最後想過 我們很多人都會覺得 其實比六八九繼續做 那種招土的想法 讓他六八九繼續做下去 那是一個好事 不需要賭糧 但我是想過 其實都是要拉他下來的 如果突然出現了一種港獨的機會 由他去宣佈建國 就窩窩了 他做國父的話 我們立刻要走路了 那就是香港的普京 過方舟做票 我們都是頭髮腦海的 你給了船民 我們現在沒有 我也不知道怎樣 所以你問我 你叫我加油 議會裏面保重 幫他們爭取 你看這次的選舉 真是讓人讚嘆 我只是剛才提了一個提問 何君堯是這個人 他憑什麼可以說一句話 就是朱凱迪和我的大姓 是幫到他進入議會 哪一個可以有這樣的判斷 就是比例代表可以這樣玩呢 而玩的玩法 是可以令到大家神不知鬼不覺 就是草船借賤 暗渡陳倉 喂 沒有啊 你說 我真的心想過 我們全民濟氣運動 真的太正直了 就是我們一直是直線去的 那你現在去到 郭忠祐那天 你早都說得很好 他完全顛覆了現代到當代選舉政治的規則 他通常都是許諾一些很美好的事 然後當選都才做實際上要做的事 我們也套回頭 我們真的說了我們選了是真的會做的事 一早都說得明白 甚至不管其實我怎麼明白 都知道其實香港的選民不是真的那麼容易可以消化的 還有其實朱凱迪 其實他最好是選之前一個星期 他出了一個47個學期 但我覺得他講得很通的 他說我們的campaign就是放棄了部份的年輕人 他在接近一些離地中產 甚至可能是藍絲 甚至是從來都沒有投過票證自立的選民 保住李陳倉這個詞 不是再接近 最益進、最進步、最本土的年輕人的基礎 不過我不知道 當然這些我們當中為什麼選到支持就差一點 這個時候的說法 但我不是想解釋或者找個席 我想過如果我們的總得票是推到20萬的話 整個選舉機器就很難灌票 會弄到弄弄的 很簡單的說 如果各個區的票數可以上到5萬 或者好像新界西那樣 甚至是可以有機會去到6萬 這樣就很難動 但是現在他告訴你 他現在就告訴你 我要拆你2萬多 這2萬我放在哪裡都可以 最不幸就是不夠人 如果恆常有多1、2萬人在佔領區那裡 是整個不同的故事 現在我不知道 總之這次的選舉 總之是充滿了so cold 因為新界西我真的熟 我經常在一個區那裡走 我經常跟姜文去聊天 甚至我去選的那天 我全天都在街上 我去到晚上凌晨 下午黃昏6點、7點 何君堯借票 那你那一刻 我心想 不是吧 你下午3點才回背心 我看著 因為我們有手足 每個站都大家見到 3點由民建聯換這個何君堯背心 換完背心 7點鐘何君堯出現借票 那你 我現在不是吧 建制派那麼緊 因為那時在5點、6點 有些媒體找我 就問我有沒有見到 麥美娟 我沒有見過他 什麼事啊 不見了 不知怎樣 還有有風聲說 我們其中一兩建制派 能被人拿了票 射下來 那為什麼會這樣想呢 就是你單純想一個直線 就是如果中共要灌票 就灌到建制派 是不是 你沒想過 原來走一條草船借戰的玩法 可以這樣玩 何君堯拿的票數不高 三萬二三票而已 是吧 大概三萬多票而已 但是總之他剛剛贏到泛民那兩個 就夠了 真的沒有辦法 但是為什麼贏到泛民那兩個 因為高票 當然跟朱克力完全沒有關係 不是這個意思 但是 就是 這樣 拉高了那個平均 平均數 泛民碰不到 他多一點點碰到 那就贏了 就是這樣了 沒有 我純粹是結果馬後炮去說 那當然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看法呢 就是純粹是我會認為 因為何君堯 他沒有可能是會 說得出那句說話 因為除了 別人跟他說過他記住了 接著他回答記者的時候 他真的太晚睡了 就跟大家說 多謝鄭松泰和朱凱迪 他們真的拿到高票 讓我入座 你理論上也要多謝選民 你怎樣拆也好 你那一刻一定多謝支持沙漠的選民 他們的思考領域 我們不可以用普通 一般正常人的來猜測 即689跑贏馬制之後 第一步就閃進去中聯辦 就是了 你理解不到 當然 這只是其中一個例子 當然 裏面有太多事情 不要說那些選舉 雖然說了整晚 都要說下去 回應一下很多哭跳喪的事情 我覺得又不需要太 沉澱了兩三天 我已經不需要太 OK的 老實說 又是用國際關係的 有一個字叫Charmica 我猜你們聽過 將China和美國兩個字 說是一個中美共同體 我會在香港政治 如果你聽我剛剛索書號那集 跟梁文涛說 就是一個中美的經濟共反結構 香港其實是這個結構 中美共反結構 厲害 這個結構的接合點 其實在10年政改方案 美國國務院會出聲明 說endorse 他們當然知道這個方案是混帳的 但他們都會endorse 其實看穿了 根本是大家 他解釋了 香港政治 背後就是一個中美共管的局面 我可以細分一點 49年到82年 到83左右 大齊宇宇復下的時候 就是英中共管 英國的莊交 但是去到中英談判 到六四層前夕 就是一個過渡時期 慢慢就是 英國的權力開始慢慢退 中共的權力慢慢大 到六四後 就是再加一個變數 就是美國勢力加入 我的感覺更加確切是什麼呢 就是中英聯合聲明談判前 香港前途問題 81年樓市大跌 六成 接著香港出現一些 叫做本地的大財團 但是實際上 大家譬如李嘉誠 一堆些 背後有些什麼資金去support 是另一回事來的 那突然間 就是81年的時候 就有錢 接著是過渡期 就是剛才你那個說法 去到九零年 就是一個 美資慢慢進場的年代 其實是一個很象徵式的 象徵式的時刻 就是六四後 就一傳回成立 那就是美國政治機器 在香港開始玩 八二 是否九二年也好 一周刊就是九零年尾 那時候已經開始賣 賣一個 惡搞鄧小平 什麼不按判知辦事的廣告 我還有印象 第一期不是在九零年尾 我就不太記得 但差不多是在我臨尾開香港 去北美留學之前的事件 這個就是英國的勢力 更進一步 退出 當然還會彭定康那場戲 但實際上 美國的勢力是進來的 而去到九七後 就是一個中美共管的局面 中共是莊家 美國是限家 而到了一二年 習近平上入 加上那時候 黃立軍那件事 即是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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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權力鬥爭 即是那個生死肉搏的階段 加上這個六八九上台 那個就是 中共開始覺得 要將這個 即是莊家的權力再加大一些 不斷不斷測試香港人 以及美國的底線 美國的底線 那現在去到 就是雨產革命2014年之後 跟著美國的底線就OK了 那我就和你現在 美國目前還未顯露 在香港 即是態度還未轉出強硬 甚至他會覺得 葉普成這個港幣突然冒起的勢力 他們不能夠掌握和操控 他們是中美之間一起合謀去 即是去阻撓 而成功了 我這樣說 我們剛才一直都是說純粹的推測 但如果是這樣說的話 大家明白我的草存借戰是什麼意思 其實有很多很細微的東西 是可以很值得換你 雷洞和蘋果呢 我也說了 這個黑洞裡面有什麼的 這是一個謎的 即是這是美國老闆出來的東西 這是一個謎的 我相信是美國搞出來的 是一個謎 還有有些角師的status 都已經暗示了不少東西 即是例如說 有一個勸他退選的稅客 或是新自由之間的陣營 即是其實角師是和北京的一些中間人 和華府的中間人打出招呼 你知不知道呢 他說是OK的 但是有些財閥說不行 如果你選我會搞到你什麼都沒有 但很有趣的 雖然選後 國際上有些反覆 但最後可以說一件事 其實美國那邊的說法 就是我們達到目的 我們不會再搞你 你短期內 都不能再顛覆了我們這個局 因為這個局 是去到特首選舉的 其實這件事是很延妙的地方 因為我們這個campaign 甚至包括我們前幾集的建國研修班 是點了很多延機出來 例如47利益地契的問題 不會因為我們敗選 就好像選舉論壇那班 那班的磨碌話 就是一個藝議題 是不是真議題 你看看股市的樓市一會兒 怎麼發展就知道 未來一兩年 這是很快的見效 我也奉勸各位觀眾聽眾 你研究一下怎麼轉移你的資產 這個星期九龍西交頭成交 盡可能未羽囂謀 這個不是說的 我們不是一客人 這是禮珍 這是比你有生之力 遇過那幾個股樓的大跌 是更多的 我不知道 我們點出了這些延機 其實在幕後就是 不論中資或者美資 其實他發現這個是一個 最激香港的股樓 賣空賣空 先賣空然後再跌到 然後趁低及納入黃金機會 一個賺大錢的黃金機會 跟八一年一樣 全世界的炒家是知道了這件事 跟八一年一樣 在他們眼中的 絕對不是議題 但其實我們跟八一年不同 我們沒得翻身 因為現在香港人八成是拿著層樓 所以我們的所謂政定 在抄我們的水號 現在很開心開香港 就由他們開 我告訴大家我是無產家 我們是在野黨中的在野派 即使在泛本土陣營來說 我們都是只有一席 其他不要說自決那班 他們都有兩席 我們都是在野的 我們嚇到了 所以阿吉你不知道 拯救香港的重任 落在你們的手上 祝你們好運 我昨天上了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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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羅本聰、朱海迪在那裡 那些自決或自治派 有六七個人 包括青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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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 那些 即是這麼說 現在我們葉普成、葉普成 葉普成、葉普成 我們人微言輕 老實說 我們會適當時候說 兩句不停老人言輕 輸到人仰馬 輸到人仰馬 入到議會 我自己也有自知之明 不能夠做得太多 昨天在Now的論壇 在Now的節目 羅本聰有說到 他們自決派 都會推動公投自決的做法 希望四年一任期 之後就是十年他們做的 清正就是五年去做 一個五年一個十年 說實話 他們其實是有條件 做一個五區公投出來的 對 我就想說這件事 這樣呢 這樣呢 他們做不做五區公投是一回事 但是就 因為他們十年就公投 一個就五年公投 你們都入到議會 我們這些人還沒聽 我會幫助大家 樂觀其成 好推大家 因為昨天在這個Now 羅本聰就說 他會集中搞公投法 你搞到公投法 就不用五區公投 一定沒有 對 所以就是 我接下來的立法會任期 就是我是 副軍 希望可以幫到自決派 幫到法官主派 或者利用五區公投這個機制 來製造一些有創意的 我們都會考慮一下 我幫他忙 可能可以用咪高峰給少許意見 但第一個 private motion 就說搞這個公投 本來我想說 想交代一下 海牙選項的進展 但應該沒有時間 但都可以說一句 這個選項 你們剩下了 我不介意 好 最後一件事 說這個挑戰 這個怪物的失敗 其實這個將來 如果我們是最後的贏家 就會成為香港的建國神話 就是一個悲壯的悲劇英雄故事 大家放心 大家知道 華人是崇拜悲劇英雄 不論劉關章也好 李岳菲也好 全部都是悲劇英雄 伊芬 就是一個代表的 在亞洲裏面 好像職田信長 那些也是悲劇英雄 職田信長 最糟糕的話 即使我們變成一個海外的小圍民團體 都會是一個耳口相傳的legend 大家不用太擔心 大家有參與 就要轉奇了 大家不用擔心 暫時會還有我獨力支持 我們今晚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星期四 同一時間見貴人集合再見 拜拜 拜拜